公元552年7月 拜占庭帝国与东哥特王国的战争 已经进行到了第17个年头 在意大利中部一个叫塔吉纳的小村庄 东哥特国王托提拉准备在此与拜占庭远征军做最后的决战 但他没有想到 随后爆发的战争会让自己命算皇权 意大利半岛上的东哥特政权也就此走向末路 而取得如此巨大战国的拜占庭指挥官 正是我们今天视频的主角 我愿称其为罗马帝国历史上最能打的太监 纳尔西斯 公元535年 拜占庭查士蒂尼大帝刚刚结束了征服旺达尔人的战争 借着东哥特王国内乱的机会 派遣贝利萨流说服意大利的故土 540年 贝利萨流攻陷了东哥特首都纳文娜 东哥特王国瓦解 但是当贝利萨流被调往东方与萨山波斯作战后 留守的拜占庭军队没有趁胜消灭意大利北部的东哥特残余势力 给了东哥特人以喘息机会 很快一名叫托提拉的贵族在东哥特权力内斗中胜出成为了新的国王 而后领导东哥特人向拜占庭帝国发起了反攻 此时 由于欠薪导致士气低落的拜占庭军队毫无战斗力 从北到南被打得一路丢盔气甲 差一点被赶出了意大利 直到545年 贝利萨流返回了意大利 颓势才有所好转 虽然之后拜占庭军队收复了罗马城和部分土地 但是与托提拉的几轮交锋胜负对败 局势僵持不下 公元550年 心灰意冷的贝利萨流主动向查士丁尼寝辞返回军事坦金堡 就这样 一代名将离开了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 而他的故事都包含在我之前的贝利萨流系列视频中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观看一下 不过 贝利萨流走了 和东哥特人的战争却还没结束 罗马城再一次被托提拉索攻占 整个意大利北部除了纳文娜以外 都落入了东哥特人之手 面对这种情况 查士丁尼显然不想就此放弃多年的战果 于是 任命自己的表弟格尔玛努斯 继续负责意大利的战事 由于格尔玛努斯名气很大 当他在塞尔迪卡组织军队时 不论是败战庭人还是野蛮人 都蜂拥而至追随他 甚至 一只原本要洗劫塞萨诺尼基的斯拉夫人 听说格尔玛努斯在征兵后都加入了他 不过 就在围绕东哥特的战争计划 紧锣密鼓的筹备之时 550年秋天 格尔玛努斯却意外的病死了 没办法 查士丁尼只得启用70多岁的宦官纳尔西斯 接替格尔玛努斯的位置 虽说纳尔西斯是个宦官 但不是我们印象中的宦官那样 只会干些阴行狡诈的勾当 他在之前的一系列行动 表现出了一定的军事素养 所以在说接下来的故事之前 我要先简单介绍一下他的生平 其出生日期没有详细记录 但大致应该在480年左右 出生于亚米尼亚东部的一个贵族家庭 至于他是如何到达军事坦尼堡 又是如何成为宦官的 并没有太可靠的记录 第一次在历史中被记录到 是在530年 作为查士丁尼的司库身份出现 主要负责管理多库 而后因其出色的能力一路高深 成为了宫廷御用总管 方便理解点就相当于明朝中后期的四笔尖 权力非常大 查士丁尼为他还废除了祖训 让纳尔西斯获得了贵族身份 之后 他和贝利萨流一样 为查士丁尼平地尼卡暴乱 立下了汉马功劳 进一步得到了赏识 甚至拥有了一支自己的军队 再之后 到了538年 纳尔西斯带军前往意大利 帮助贝利萨流一同对付东哥特人 这段故事我就不多说了 感兴趣的可以看一下之前的视频 539年以后 关于他的记录就不多了 时间到了550年 在格尔玛努斯死后 查士丁尼选择了纳尔西斯 作为新的头帅 但这倒不是因为皇帝看中其军事能力 而是 查士丁尼给了纳尔西斯一大笔金银 一方面用作募兵之用 一方面也用来收买东哥特贵族反水 还有一方面 则是用来发放 拖欠意大利部队的军饷 这么多钱 显然交给一直兢兢业业的纳尔西斯掌握 比较放心 况且 年迈的宦官就算有反心 也掀不起什么风浪 当纳尔西斯得知自己是皇帝心目中 军队统帅的不外人选后 表现出了成为一名将军的野心 他熟知查士丁尼的性格 也知道贝利萨流的难处 因此他要求 除了兵援调派之外 皇帝不要对他的任何行动直手画脚 就这样 纳尔西斯不仅获得了钱 还完全掌握住了军队的控制权 他到达了萨诺娜 在那里组织军队 由于其为人慷慨 又热衷于帮助他人 因此 他不论是在贝战廷国内 还是在周边的部落 人员都非常好 人们一听到纳尔西斯 在目标的消息 都从四面八方 迫不及待地加入他 一方面是为了报恩 另一方面 也知道跟着他肯定少不了好处 于是 纳尔西斯 睁目到了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 除了败战廷帝国的中央军外 还收遍了格尔玛努斯的军团 伦巴蒂人也支援了2500名战士 另外 还有3000名包括凶人 波斯人和赫流利人的碰合部队 也赶来与其会合 总计人数约2万多人 551年 纳尔西斯的军队从萨诺娜出发 目标是罗马城 由于没有足够的船横渡亚德里亚海 他们不得不沿着达尔玛提亚的海岸前进 一段时间后 军队抵达了哥特人控制下的威尼斯 此时 负责要塞防御的是托提拉请来的法兰克人 纳尔西斯已与法兰克王国有盟约在先 要求法兰克人让他们通过 但是 法兰克人早就和哥特人穿一条裤子了 以纳尔西斯的军队里 有伦巴蒂人为由拒绝了他 遭到了拒绝的纳尔西斯 询问自己的意大利顾问 接下来该怎么办 顾问回道 即使法兰克人让他们通过 他们也无法走到纳文纳 甚至无法 甚至无法提防建军 因为 托提拉已经安排了麾下一名贵族 蒂亚斯驻守在维罗那 准备在他前往罗马的道路上 产产阻击 哥特人破坏了可以渡过波河的所有道路 只留下一些找的地 供拜占庭军队渡过 而东哥特军队则随时待命 准备在拜占庭人通过时 予以致命一击 并且 他也知道拜占庭的船只 不足以将整个军队在海上投送 只要做好准备 拜占庭小谷部队贸然登陆 只是送死而已 纳尔西斯面对现在的战略形势 一筹莫展 好在 他另外一个手下 曾有在意大利地区作战的经验 建议其不用理会威尼斯 禁止引海岸前进 当地人心向着拜占庭 必然不会有麻烦 而且 拜占庭军队人数多 只要在大陆上 东哥特人也不敢直接阻击 等到了波河 就让舰队驶入河口 充当渡桥 难关可过夜 这一番建议 点醒了纳尔西斯 他命令全军按照新方案继续进军 不出所料 果然东哥特人 没能阻止纳尔西斯前进 552年 他的军队到达了纳文娜 困手此沉十年的拜占庭人 终于等来了援军 此时 东哥特负责尼米尼防务的指挥官 乌德里尔 轻蔑地给纳文娜守军 写去一封信 试图搞他们心态 纳尔西斯看后笑了笑 表示 光打嘴炮没用 有本事来硬碰硬 在纳文娜停留数天后 纳尔西斯命令全军出发 向尼米尼前进 不多日 拜占群军队就抵达了 尼米尼城外的马雷基亚河 由于东哥特人提前破坏了桥梁 军队不得不停了下来 纳尔西斯带着几个护卫 跑到河岸边探查情况 看看有没有适合大部队 求度的位置 碰巧 河对岸乌德里尔 也带着几个人在侦查 纳尔西斯的护卫看到对岸有敌人 立刻拉光发弦 只一箭就击杀了一人 乌德里尔吓得马上跑回了城市 但不久 他就又带着一群士兵冲出 想击杀落单的纳尔西斯 可是 上帝是站在拜占庭人这边 乌德里尔还没走多远 就碰到了渡河侦查的赫流率骑兵 在这场小规模遭遇战中 乌德里尔惨遭斩首 拜占庭军队又一次 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 意外又幸运地击杀了敌军指挥官 尽管纳尔西斯看到了乌德里尔的头颅 但他没有下令夺取尼米尼 因为与贝利萨流一样 他的战略目标很明确 不想在尼米尼浪费太多时间 而尼米尼城中的东科特人 看见主将被杀 也不敢出城作战 眼看着拜占庭军队渡河绕城而走 离开尼米尼后 纳尔西斯准备沿着弗莱米尼安大道 前往罗马 但是 这条大路中间一处关键性要塞 佩特拉·佩图萨被哥特人所占据 他不得不另寻道路穿越亚平尼山脉 与此同时 托提拉得知了乌德里尔被杀 以及拜占庭军队正在穿越亚平尼山脉的消息 他与地亚斯会合 带着全部的军队赶到了塔吉纳 试图再次劫及纳尔西斯 不久之后 纳尔西斯抵达了此处 发现东科特军队早已等过多时了 他没有立即开战 而是先本名厉害劝托提拉勿继续赋予顽抗 托提拉拒绝沟通 反而和纳尔西斯约定八日后决一死战 纳尔西斯接受了约战 但晚上 他越想越觉得托提拉不靠谱 萨林让军队做好云战准备 果不其然 地亚天凌晨 托提拉带着他的全部军队偷偷摸了上来 现在 托提拉一眼就看出了战场上的一处高地位置 十分重要 不仅是个很好的射击点 更在于可以通过高地袭击败战亭军队的后方 但是 当一支东戈特军队准备占领此复时 却意外地发现 败战亭人已经控制出了这里 原来 纳尔西斯早已洞察全场 在头一天晚上 就安排了50名士兵夺取了高地 没办法 东戈特骑兵只好对山头发起了强攻 这50名败战亭士兵 举起盾牌 组成长矛方阵 抵御戈特骑兵的一次次冲击 而这些人中有两人格外英勇 分别叫保卢斯和安西纳斯 他们站在方阵之外 先是用弓箭射杀无数敌人 在箭尸耗尽后 装备上盾牌和单手剑 将来袭击他们的戈特骑兵的枪头砍断 到后来 保卢斯的剑由于砍断的枪头太多而报废 他便开始了空手戒白刃 硬生生地夺下了四支骑枪 正是因为这些败战亭士兵的英勇作战 东戈特人不得不放弃攻取高地的打算 撤退了 事后 保卢斯因为作战太过神勇 被纳尔西斯破格提拔为自己的私人护卫 虽然高地的战斗很精彩 但只能穿了序曲 接下来 天色已亮 双方的主力要展开决战了 拜占庭这边有两万余人 而东戈特方面只有一万余人 属于劣势 按照惯例 领导者在战前会为自家的士兵加油打气 纳尔西斯对士兵们说道 当一支军队的兵力与敌人相当或处于劣势时 才会需要慷慨激昂的陈词 但现在 我们面对的是一群各方面都不如你们的野蛮人和奴隶 他们背叛了皇帝 给帝国造成了破坏 碾碎他们就完事了 荣耀归于罗马 与此同时 在另一面 东科特人见识到了高地上拜占庭人恐怖的战斗力 再加上兵力处于劣势 不免让他们士气低落 托提拉健壮赶紧发表演说 战士们 要相信 这是最后一次战斗了 我们跟拜占庭皇帝是时候要做个了断了 如果我们输了 科特人就没有东山再起的可能了 不要看对面人多势众 他们不过是东拼西凑的乌合之众 凶人 贺流利人和伦巴帝人 他们都是为钱卖命的 一旦战场形势有变 他们就会坐鸟收散 没有什么好怕的 双方为几方军队上了17BUFF后 展开了阵型 在拜占庭这边 军队一字排开 纳尔西斯坐镇左翼 将最精锐的士兵布置在了这里 在左翼之外 他还额外布置了1500名骑兵 其中500人被安排接应开战后 愧退下来的士兵 另外1000人则在开战后 让着对方侧后发动攻击 伦巴帝人 贺流利人等一众蛮族战士 被安置在中心 纳尔西斯让他们全部下马作战 以防止他们开战时突然逃跑 剩下的士兵则被布置在了右翼 托提拉这边的阵型没有具体记录 但形状大致与拜占庭相似 双方列阵后没有立刻行动 都在等待对方主动出击 就在整个战场鸦雀无声的时候 东科特阵线中 一名叫科卡斯拜占庭叛徒起码冲了出来 叫嚣要与拜占庭人单挑 说是迟那是快 一名叫安查拉的亚米尼亚战士起码出阵应战 科卡斯看有人出来了 立刻提枪上前 准备直刺安查拉的腹部 但安查拉侧身躲过了刺激 反手将矛插进了科卡斯左侧的身体 只一回合就把敌将刺于马下 拜占庭军队士气大振 但并没有趁势掩杀 战局依旧僵持 这时的托提拉得知了一个消息 那就是有2000骑兵正在赶来支援自己的路上 因此他想拖延时间 于是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 这位国王身着紫色涂装的金甲 骑在一匹高大的骏马 穿色在两军之间表演起了杂技 他骑着马不停地从左边跑到右边 再从右边跑到左边 一边骑马 一边将手中的镖枪抛向半空 然后接住 再左手换右手再抛 拜占庭将士们看得目瞪口呆 要不是在战场上 他们真想激动的鼓鼓掌 托提拉真是一位被王位耽误的好杂技演员 就这样 托提拉的表演消磨了整个上午的时间 后来 可能是表演得太累了 托提拉派人去会见纳尔西斯 想和他讲和 纳尔西斯觉得他是来搞笑的 早不讲和 正是都摆好了才来讲和 开什么玩笑 拒绝了 但是托提拉已经拖延了足够的时间 他的两千骑兵到了 正好 眼看也到了戈特人吃早午饭的时间 他便带军撤了 填饱肚子以后再打仗 而纳尔西斯这边看到托提拉撤了 也下令解散队形 原地休息 但他下令全军不得卸甲 以防止戈特人突然袭击 果然 正当拜占庭人吃午饭的时候 托提拉带军返回了 他指望以出其不意击垮敌人 可哪知道纳尔西斯早就预料到的呢 拜占庭军队迅速组织起来 摆出了一个不同的阵型 两翼各布置了四千骑兵 向前挺进 组成了新越阵 而东科特这边 托提拉将所有的骑兵都布置在最前方 打一波流 直冲拜占庭中心 更为迷惑的是 他下令所有的步兵只准使用长矛 不能使用其他武器作战 托提拉很快就被自己的愚蠢击败了 东科特骑兵完全与步兵脱节 冲入了口袋阵之中 被拜占庭安排在两翼的弓箭手 多角度交叉激活 完全射爆了 还没近战接触 就损失了很大一部分人马 截止目前的状况 胜负已毫无悬念 哥特骑兵一触即溃 疯狂的相互逃跑 又冲散了自家的步兵阵线 兵败如山倒 拜占庭军队随后追杀 哥特人死伤无数 托提拉仅带着几个贴身护卫 逃离了战场 塔吉纳一役 东科特阵亡超过6000人 被覆者无数 不过 绝大多数俘虏在事后也被处决了 托提拉积攒几年的主力 一天之内全部报销 他本人连夜逃跑 不过 最后被拜占庭的格皮德佣兵追上 遭遇突袭 身负重伤 之后 又经过长途颠簸 最终在卡普拉拉去世 但在当时 那些追击托提拉的佣兵 还不知道自己误杀了一个国王 因此 纳尔西斯也完全不知道这件事 一段时间后 一位哥特妇女 告诉了拜占庭人托提拉坟墓的位置 随后 拜占庭军队将托提拉的尸体挖了出来 确认好后告诉纳尔西斯 直到这时候 他才知道 这位让拜占庭帝国在意大利吃尽苦头 同帝国对抗了11年的哥特王 已经死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